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算法 事实上让我们尝试表达它 用有点更正式的伪代码 像英文的句法类似于编程语言 设n等于0 对于房间中每个人 让n等于n加1 如何来理解这些伪代码呢 第一行 可以这么说 它声明了变量n 便将它初始化为0 这仅表示我们的算法在开始时 计算对象的值为0 毕竟在我们开始数之前 我们没有计数任何对象 将这个变量称为n只是一个惯例 我几乎可以任意称它 在第二行中标志了循环的开始 这里将重复执行一系列的步骤 所以 例子中的步骤是属房间中的人数 接着第二行的是第三行 它描述了我们究竟怎样去计数 缩近意味着第三行将重复 那么 再来看伪代码表达了什么 在从0开始后 对于房间中的每一个人 我们给n加1 那么 这种算法正确吗 我们继续讨论 房间两个人时 算法生效吗 我们来看一看 在第一行 我们初始化n为0 对两人中的每一个人 把n增加1 所以在第一次循环时 n的值从0更新为1 在第二次循环时 n的值由1更新为2 在这个算法结束时 n的值是2 可见n的值确实等于房间中人数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呢 除了技术的我以外 房间里没有其他任何人 在第一行中 我们仍然将n初始化为0 然而 这一次第三行根本不执行 因为房间中没有其他人 所以 n仍然为0 同样等于房间中人数 很简单吧 但是 每次只数一个人 是不是也很没效率 当然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为何一次不连数两个人 区别于12345678 这样去数 为何不2468这样呢 他甚至听起来 比之前的方法更快 他肯定是 让我们把这个优化过程 用伪代码表达 设n等于0 对于房间中的每一对人 设n等于n加2 很简单的改动 是吗 不是一次数一个人 我们一次数两个人 所以这个算法 比之前快了两倍 但是它正确嘛 让我们来看看 房间中有两个人时 算法正确吗 在第一行中 我们把n初始化为0 对于这一对人 把n增加2 所以 当算法结束时 n的值是2 它正好等于 房间中的人数 进一步 假设房间中人数是0 在第一行中 我们把n初始化为0 像之前一样 第三行根本不执行 因为房间中 没有成对的人 所以 n仍为0 这也同样符合 房间中的人数 但房间中 有三个人时 会怎样呢 这个算法会怎么 公平处理 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第一行中 我们把n初始化为0 这三人中的 两人组成一对 我们把n增加2 然后呢 房间里剩下的人 不足凑成一对 所以第二行 不再执行 因此 到这里算法结束 这里n仍然12 这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 这样的算法 就被称为 有缺陷的 因为它有一个错误 让我们用新的 伪代码来纠正 让n等于0 对于房间中的 每一对人 设n等于n加2 如果有一个落单的人 设n等于n加1 为了解决 这个特别的难题 我们在第四行 引入了一个条件 或称为一个分支 当只有一个人 无法配对时执行 所以 现在无论是1或3 或其他任意的 基数人数 这个算法 都能计数他们 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 我们可以3个4个 或甚至5个10个的数 但是更多的人 会使这在表达上 有点困难 在最后用计算机 或人类之行 算法只是一组指令 通过使用它 我们解决难题 这些只是三种情况 你会用算法 解决什么问题 通过这些视频 继续学习 并且不要忘记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 学习新东西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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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